欧阳娜娜长期在大陆发展演艺事业 因为疫情和工作的关系 已经将近两年没有回台湾 24号她在上海机场被捕获 准备要回台北过年 当天的机场时尚也引发讨论 在微博上的照片可以看到 欧阳娜娜轻松的头戴棒球帽 穿着棒球外套 手上还拿着饼干跟食物 身上还背着爱马仕包包 脚下穿的自己设计的洞弄鞋 这也是娜娜的品牌联名款 仔细一看上面有珠珠、音符等配件 看起来很有少女的风格 照片一出许多网友都在底下留言 大赞是救命的可爱 不愧是纳笔等等 但整篇留言中也有网友之一 是买了水菌吗 这款鞋看起来就像是淘宝卖的 而且还是底端的 根本就是灾难单品 两派不同的意见 掀起热烈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